巴赫木特战役画上了句号 瓦格纳军团后续将如何安排呢 俄乌冲突就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 大家好 我是吕哲 几天前 瓦格纳雇佣兵首脑公开了一则消息 说 瓦格纳军团已经彻底拿下了巴赫木特 随即而来的便是普京总统的贺电 可以说 拿下巴赫木特是今年目前以来 俄军获得的最大胜利了 当然 一个巴赫木特这不足以改变整体战局 但足以见的 这半年以来 俄军在其他地方的进展也是乏善可陈 不过呢 原本俄军在这一段时间的主要任务 他就不是进攻 而是坚守阵地 加强后备力量 以应对乌军随时可能到来的大本工 但俄罗斯人也怕乌军会采取齐袭 打乱自己的部署 于是就利用巴赫木特这个战略要地 牵制住乌军的有生力量 这也就是巴赫木特战役的作用所在 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要用瓦格纳雇佣兵 而非俄军的正规军的意义所在 说实话 这个瓦格纳雇佣兵本身是作为这种可消耗力量的 在巴赫木特这个地方拖住乌军 而瓦格纳军团呢 也成功在这拖了十个月之久 巴赫木特战役之所以打得这么慢 必然有打得慢的道理 如今瓦格纳军团是顺理完成任务 后续的安排以及接下来俄乌冲突的演化 必然也受到外界的关注 在拿下巴赫木特之后 普格里人表示在6月1号开始 瓦格纳军团将会进行重组训练和装备的更新 在此之前都不会被派到前线 换句话说 瓦格纳军团在巴赫木特任务已经完成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将不会再作为主力 甚至不需要与俄军并肩作战 而是被派到后方修整 言外质疑一个真正的狠角色该上场了 什么狠角色呢 苏罗维金领导下的俄罗斯正规军 并且是已经经过了充分人员补充和修整的俄军 俄乌冲突可能很快进入到新的一个阶段 再次回到大兵团作战模式 而一旦战场节奏加快 可能战局也会快速推进 结果会更早的到来 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空降日本广岛 在这期峰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不会放弃任何一片土地 不过就在他说这话的时候 巴赫木特就传来了被彻底攻陷的消息 只能说是连打的有点快 对于乌克兰来说 失去一个巴赫木特也不至于说整个战局就有多危险 毕竟乌军在后方也构筑了多道防御线 但是巴赫木特的失手传达出一个信号 那就是自去年11月乌军进驻赫尔松市之后 泽连斯基再度失去了对局势的主动权 如今乌克兰方面宣传的所谓大反攻 已经是见在弦上了 此前乌克兰要在巴赫木特死磕俄军 而不肯强度地面波和南下 也是基于装备不足等待北约军援的考虑 巴赫木特一度成为了乌克兰对外宣传的窗口 对西方要援助的窗口 现如今俄乌双方都做好大规模开战的准备 失去功能的巴赫木特自然也退出了战场 因此巴赫木特战役的结束 或许是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接下来战争局面会向何处发展 目前很难下定结论 但是整个战局肯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俄乌局势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只能说接下来的大战马上就要上演 我们会持续关注 拭目以待 好 今天旅游观察就是这样 欢迎转发点赞留言 下期再见